嗨,大家好,我又來了 最近比較忙碎,有點偷懶的,我自己用的一張照片 然後,就是好像前天宣傳的照片吧 然後我就偷偷的用PS,把那邊卡掉 用一個小動畫 對,我們拍的是人生,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回夢影像工作室 來謝老闆提醒,那我是彭竹 那我今天就把自己定位在一個分享者 其實我覺得這樣講者還沒有那麼一樣的熟練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人生中的一些小故事 算是只有12分鐘 那關於我,我就先用一個視覺化的履歷來介紹我自己 其實在謝忻邀請我的時候蠻訝異的 我也不太知道我到底要講什麼 因為我覺得有太多故事,我想說想聽他想要我講什麼 所以我就一直脫稿,一直還沒有給他我的主題 然後他後來就直接幫我訂了回夢工作室 然後我就說,好,那我就講這個 那其實我是世新大 欸,我高速是念大學高工圖文傳播科 不知道有沒有人,是台北人 還是,對,台北人 圖文傳播科就主要是學設計跟印刷 這是帶,這個紅紅,這個有什麼 這個可以 可以用手柄嗎 手柄嗎 手柄嗎 用手柄嗎 大學是念世新大學 那我剛畢業,並且畢業生 之後也會繼續就學 那之後是去教導念傳播科技系 然後之後想要研究的領域是VR跟心理層面 所以等一下想跟有心理學背景的朋友交流一下 那這邊有一些我會用的人體 那就是建議大家如果之後在做履歷的時候 可以就是也做這樣子 覺得老闆會比較喜歡 哈哈 那在大學的部分 我就是分了一個四年的時候做的一些 上面比較偏是正職跟一些實習跟打工的履歷 那下面是專案的部分 我自己本身自己是有接很多很多的設計專案 然後之前有一些測展的經驗 跟參過臉書的一些小編 就是行銷層面的 然後主要還有一些之前講的 比較偏設計的是現在很流行的資訊圖表 當然是藍人包設計 那這都是帥瘦的專業 那大部分會接觸到影像 影像的部分就是回眸工作室 那我們就切入今天的整體 因為今天整體就是回眸工作室 好 成立的起因 我們回眸工作室就是七個人 那主要分成是有 主要分成技術組的部分 跟我主要是文案 還有是製片跟設計 那為什麼會成立呢 成立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神奇的一個旅程 就是成立的原因就是一開始大家都喜歡拍片 可是呢大家都不是這個背景的人 就是反而有時候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當你不是這個背景的人 更有這個興趣 那興趣跟熱情可以更支持你在這條路上可以走得長久一點 那上面這邊是世心的夥伴 下面是施打 所以剛好聽到有施打的朋友 好 沒有人要承認 沒關係 好 等一下呢 剛剛沒有那麼害羞啊 還是我講得太無聊了 好 太無聊了沒關係 這邊就有懸掠 反正我們全部工作室是七個人 那我之後去新讀面書 所以可能製片就是最近要缺製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投稿一下 那等一下 如果不知道製片幹嘛 我等一下可以就是跟你們介紹一下製片在做什麼 因為我就是製片 好 那前面太無聊了 大家好安靜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支短片好了 稍稍等一下 我們這支短片是 成立工作室之後 剛好有一個機會 世心的老師請我們去比一個比賽 那蠻有趣的就是 一路比了八個月 然後最後拿到一個收獎肯定 所以算是一個蠻 蠻給自己跟 自己本身跟團隊一個 很重要的契機吧 那我們就來看這一支廣告 一分鐘而已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獻給正在描繪主題 開啟茂 十分之間 在這邊 我們可以開始用 煙進去 那他會把 好 再配合 'M 沿路 vit 人 是 反應 滅 功夫 可以 可 你的文路由你捉摸 其实后来有跟评审老师聊聊 他说因为很多人都会拍片 那拍出来的效果都很好 但是他说我们获胜的主要的要点 就是我们除了影像上面 蛮不错的 好 这样还好 这包 以外主要我们有去做一个故事 包装它 我们的故事就是用文创 除了文创产业以外 我们还要做一个职人的精神 所以让一个文路的概念去包装 这一个四个师傅的 他们做了一个 因为那时候我是接触到一个电影 因为那个电影也是我之前在学校做一个专案 然后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电影特影会 反正我人生中有很多奇怪的怪人 就是出现很多怪事 然后大家知道我怪人 然后我也变原人 所以变原人缺朋友 就是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吧 哈哈哈哈 好 刚刚又 就是我很喜欢开玩笑 对 不好意思 好 所以那时候 接触到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一个人一生中 做好一件事情很可贵 因为像我这个人 就是常常都喜欢做很多事情 然后就把自己搞得那么奇妙吗 然后有时候就觉得 好像自己没有那么精通 可是又好像自己想太多 所以我一直觉得 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的人 很令人佩服 所以那时候就想要借由这一支影片 去补助这些人们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的 因为这一支文案子我写 算是说有点距离几个月 我也没忘记了 好 健忘嘛 好 那这个是网路影集 就是之前我们成立工作室 拍的第一部作品 那这一部作品 其实没有拍得很好 但是最主要最难能可谓的是 它让我们这个团队的情感 就是很聚集很focus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 纪念的一支影集 那它主要是三部广告 然后想到那时候就是在网路上宣传 其实好像其实也不错 是我自己想太多 其实我常常把自己要求变得很高 那样子 对 有点强迫着 那时候就是整个剧组人员 还有演员 还蛮值得经验的 好 今天讲话可能有点 有点没有什么逻辑 是因为我最近一直感冒 就是真的觉得不要日夜颠倒 就是维克命要吃 对 我现在看怎么一个好手机的人说 就可能女朋友多关照他一下 对 对 大家不要跟我们一样 生活做什么不正常 然后可能又太无聊了 所以再放一支影片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最近 因为刚才那支 就是作品得奖以后 然后反正就是政府 除了刚才也有很多商业专案找我们 平常也会拍一些商业专案 例如说朋友的店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一些展览 一些神奇的 任何事都会找上我们拍的广告 那当然也像刚才世卫讲的 我们工作室其实除了就是 会好好跟别人讲说 我们主要的预算 你的预算多少 我们可以提供你多少服务 预算多少 然后我们会看有什么样的资源 我们可以用户地的方式 去做一个合作 然后我们是在商业专案的部分 那这个是政府专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新北市民政局 最近一次 因为听说 新北市的 人和说破400 所以请我们做这个专案 那这一部 这个专案总共有四支广告 那我是先播放第一支 就是已经上线给大家看 那这一部分 我刚刚看的 她是我的阿公 她常常四年趴趴趴走 有时候 都有团结 有时候 参加我当 不过 尚加的是 在那边 共产的时 她记得 阿公阿嬷 做个掌握 我们才跟她一年来说 她有的情形 正在家 时间来到 提亮 欢迎回来 等我们在一起的 结果研究 先颇好处理 提照朋友 怎样 就是应该拿去到 新北市政府 面对杨费 老花眼镜 让大家真正好路 所以市政府在家闹 不需要朋友 关心去哦 店长 你有新的网友吗 这是新北市政府 帮我去的 老花眼镜 阿公 我现在看这 我没做 阿公又有犯状 咧 你应该去看老花眼镜 嗯 阿公 在家的相家 有相片 大人的大串 平台 拜登下 公司 外面的心情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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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我要来不及了 然后 不知道到底大家看这支影片 有没有抓到什么奇怪的地方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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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說你跟我一樣有點小強迫症 其實這也不是強迫症 後來其實我蠻然間喜歡看電影 可是後來有時候不那麼想看電影 是因為我太容易強迫症 我會一直去抓一些 手機拿反了這個沒有聯繫 然後衣服沒穿對 所以就有點痛苦 好 那這支影片就是劇照 劇照也是請一個19歲的攝影師幫我們拍的 所以我最近覺得最近的攝影師真的是 趨勢越來越年輕 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 那大概這支專案 這支專案其實真的非常痛苦 它從今年二月到現在還沒結案 雖然說四支都拍好了 但他們還卡在那邊不發給我錢 所以我現在是充服了 好 那還有什麼東西要講 好像滿多東西要講的 但是我又見忘了 所以我們要把時間留給下一個講者 那如果會後大家有興趣 對於不管是設計的專案 或者是影像 或是想加入我們回眸 都可以來跟我交流 最近還蠻缺人的 好 謝謝大家